我发现了全新不留脸赚钱的方法 这个频道四个月之前才开始运作 仅用的六个视频 就增长到了42.4万订阅者 每月收入1万美元 这个频道就是用一些最简单的图片图像 以及这些文字来描述 就是说一些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一些一种教育视频 一种科普视频 比如说这里如何让你很容易的变得聪明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用这些最简单的图像图画 来描述一些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或者是简单的事情 以最简单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我们来再看一个这个 如何容易的 losing weight actually 如何容易的自然的减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才发布四天 就已经有了16万次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样的是以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图画来讲这个减肥这件事情 people usually think losing weight is about half diet and half exercise but both of these combined are only about 25% of it another 25% is good quality sleep and the other 而它的点赞量已经达到了1.7万 才短短四天时间已经16万次观看了 现在这个领域还属于一个全新立即领域 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方面可以这么去做 而制作这些视频呢 我们只需要用到cover 就能简单的 很容易的把它们制作出来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建剧本 在这里我们依然使用我们的老朋友 在GPT来辅助我们创建剧本 我们来到这个原视频 然后我们往下面拉 然后找到这个内容转文字 单击一下它 好了我们点击这个三个点 然后关掉时间轴 好的我们再直接复制一下 呃原视频的文案 复制一下 我们再来到我们的challieGPT 然后让challieGPT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文案 让challieGPT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视频为什么如此之火爆 并且来分析一下它的一些语气 它的一些爆款因素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刚才负责的剧本 站在后面 然后点击发送 好的我们看到challieGPT很快就给我们概括出了呃这个原视频的剧本 就是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 然后呢 然后呢它使用的一些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呃语气 如何去非常actually easy容易的减肥 然后还有些它使用的一些呃 就是说图片啊 视频啊这些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举例 一些食物 一些呃 呃各种保健品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们呢就可以使用这些 有价值有用的信息来自己编写剧本 并且结合 呃刚才 我们负责了原视频的剧本 来进行一些改写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使用challieGPT来帮我们辅助写作 我们呢可以让我们的challieGPT 参考我们刚才的原视频的视频剧本 然后呢可以给它一个新的主题 呃 然后呢可以给它一种新的一些额外的信息 一种 比如说不同的一些 times语气 语调 然后呢再基于原子脚本 给我们生成一个 我们的视频剧本 好的我们看到啊 challieGPT 就很快基于how to lose weight 给我们生成了我们需要的一些 呃剧本 当然呢大家呢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就人工智能 大家呢最好是结合人工智能 然后呢结合自己 呃和原剧本 进行一些适当的修改 让它来更加的完美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生成配音 本地当中呢我们使用eleven apps 在这个voice library这里有非常多的声音 供我们选择 我们呢还可以点击这里的筛选 比如说选择这个什么类型 这里是这里上面的是一些类型 比如说是故事类型嘛 还是说一些社交媒体嘛 还是说这些什么TV嘛这些 然后下面呢一些呃内别 然后这是性别年龄 还有这个语言 选择之后呢我们只需要把它 添加到这个voice里面 然后我这里呢就使用这个add这个声音 点击use 然后在这里来粘贴我们的呃具本 然后呢点击接下来粘贴 生成机构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Here's the truth Diet is king or queen 好了现在生成完成了 但是呢 想个觉得这个语气呢有点生硬 就是我们点击这里的setting 设置一下 把那个setability呢 这个是调低一点 让它呢更加富有情感一些 好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 generate speech 生成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Here's the truth 好了 这个次来生成的前后来 就比上次要好一些 A whopping 75% of weight loss comes from what you eat Sleep adds another 25% That means exercise While important Plays a smaller role Action trumps Intention We all have good intentions But saying you'll diet tomorrow gets you nowhere You need to take action now Here's how to make weight loss feel less like a chore And more like a breeze Spark the flame Not just the microwave Inspiration 好了 生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只要点击右下角的 下载到本地 好了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步 用我们的cover来制作视频 我们选择一个视频模板 点击创建 然后把我们的音频文件拖到cover里面去 然后把音频拖动到这个轨道上面来 对齐 这个可以拉长一点 然后呢 我们把背景颜色调整一下 调整成黑色 因为我们的对标视频呢也是黑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它保持一致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听一下音频 大概看一下它是在讲一些什么内容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在本地中啊 它开头讲的就是 如何去多日位置减肥 大部分呢 认为是一半是饮食 另一半就是锻炼 好的 让我们来从一幅简单的手绘开始 就是像我们的目标视频那样 然后我们点击左侧菜单栏目的画笔 然后来选择一个画笔 然后这里的颜色还可以选择一下 然后还有设置 这是线条的粗细以及呢 透明度 因为我们使用这种简单的手绘呢 其实反而能够增加一些优漠的效果 反而能够掩盖一些严肃性的一些话题 就是说我们呢 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绘画技巧 我们这种简单的绘画技巧呢 反而能够增加这个我们的视频的 一个主题的效果 我们追求的是 简单 就是直接高效 就是actually 自然 我们现在要画一个人物 这个线条有点粗啊 我们把它改细一点 改成16 好了我们再来画一下 再调细一点 12 现在这个就差不多了 颜色呢 我们再调一下 我们自制定义一下颜色 这颜色好像也可以了 好的 我们先画一下 给他画一只手 当然翔哥在这里 其实画的不好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再给他画一个嘴 好 这样我们一出简单的话 就已经是画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人呢 明显是 就是说有点胖 这个肚子有点大 比较符合我们的 一个肚子位置 减肥的主题 翔哥呢 刚才又重新绘制了一下 我把它的透明度调高了一点 运起来又画了一个 从更加幽默的 就是一个手绘 它的肚子还更坚一些 翔哥认为啊 这样的效果呢 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呢 我们需要跟这个图像 增加一些动作 你所要做的就是 给你刚刚做的这些线条啊 然后呢 选择一下 说 把它全部选住 然后呢 选择 建筑 按据一下 这样来方便 后续更加好操作一些 然后呢 这就是同一个元素了 它就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 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 再复制一下这个元素 重新加副本 然后呢 我们在 左上角啊 这个地方 单击这个 调整位置 可以看到啊 我刚刚画的这两张图 然后我们来选中底部这个 呃 我们的手绘 这个图画 然后呢 选择一下透明度 我们把透明度呢 给它降到50% 这样来方便 我们后续去区分更改 之后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然后呢 我们再选中 呃 上面这个图层 选中之后呢 我们选择 取消 建筑 取消建筑之后呢 并删除 就是说我们需要 变化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这个 删除掉 好的 我们 变化了 部分删除之后呢 我们 因为我们有底图 就是说可以看出 它和 呃 原图之间的一些 对比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 多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呢 并且要 把它特别度调低 以 方便区分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第二幅图画 不同的一些轨迹 来增强 呃 整个 视频的一些动画效果 好的 然后我们再次 选择 画笔 对 我们看一下 这次呢 我们要给它 增加一些 呃 不同的一些 轨迹 比如说我们 呃 这样画 嗯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这个手啊 位置 等一下 变下 这画的好不好 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把它斜下 这次呢 我们需要 另外给它画一只手 摸着它的肚子 摸着它的肥肥的肚子 这么做 这么一种效果 同样的 然后呢 那我们把这些元素来 呃 进行一个 组合 选选它 建筑 来更方便 处理一些 让它 这里我们全部都建筑了 我们退 退回一下 需要选择 我们需要选择的 好的 现在我们 已经建筑 成功了 好的 我们把这幅图 拖到左边 这样呢 对比 看一下 效果更明显 这个呢 是圆图 这个呢 是它摸着 它的肥肥的肚子 然后呢 想着 还再画一幅 以同样的方法 然后呢 让它表现得 有点 善的 悲伤的样子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 创建一下副本 然后呢 我们再 我们这次就直接把它 拖到右边来 这样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次点击 画笔 再来画笔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画一下 同样的是肥肥的肚子 然后呢 也是这个人部 好的 我们这只手 给它弄短一点点 然后我们给它 重新画两只脚 主要是面部表情啊 我们要给它 弄一个 这样 非常悲伤的表情 好的 这样第三幅画 就画好了 好的 翔哥的三幅画呢 就已经完全画好了 虽然说看起来 非常的丑了吧 但是呢 往往是这种 简单的画呢 能够达到一些 幽默的效果 很自然的效果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 咱们组合一起 形成动画的效果 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只需要 此原点击地幅画 然后右键 然后单击 显示 时间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 就把它的时间 给它 调短一点 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时间 缩短一点 缩中到1.5秒 把它缩短到1秒钟吧 1秒钟 好的 这幅呢 我们把它调整到 中间来 然后我们呢 再选择 第二幅 第二幅呢 同样的 我们时间这里 刚才已经显示过了 前面也是把它调整到 1秒钟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 拉下来 好的 我们把这三幅图画呢 分别依次排列 就第二幅放到第一幅之后 第三幅放到第二幅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预览一下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好的 这就非常的完美了 起到了一个 简单的动画效果 然后呢 我们把它就是组成 一个镜头 在这个末尾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 黑色的条 点击下 分割 分割一下页面 然后这就是 我们的第二个页面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fifty-fifty split between 好了 后面呢 我们要根据 它的一个音频里面 谈到的内容 给它配一些 适合的图像啊 来自这些手绘啊 那么翔哥的 这个案例中 要谈到那个 DARO 饮食 所以呢 翔哥就搜索 这个DARO的饮食 并起来 把它拖进来 这块太大了 我们 DARO个PLATE 就这么一张图片 我们其实还可以 给它多加一张图片啊 再说 这个 这个变成黑色去了 我们把它调成白色 这样就能够看得到 密切来 我们来这里 同样其实 还可以给它 画一个 人物 同样的 我们点击这里的画笔啊 然后看一下 颜色呢 我们还是选择 黄色 画笔 我们就说 随便就画一些人物就可以了 这个也不用说太好 就说 还是一个肥肚子 再想个让它 这样 并且 用手 这个指向 这两个 好了 这样呢 就是我们的 下一个镜头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在阅览下 看一下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非常完美 这个就感觉到非常幽默 这个人 然后后面谈到了很小一部分的真实情况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fax图标 你再选择一个这个 同样的 我们呢 这里呢 还可以给大家 也是画一个 人物 这里呢 我们仍然是 点击画笔 然后点击这个 再画笔 这里随便画最简单的 人物就可以 画得搞笑一点 这次我们给他画一个鼻子 之前我们连鼻子都没画 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完美 在第三个镜头上 我们也是同样提到了 这个饮食 这次呢 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个 直接配一个视频 就是没有问题的 稍微小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既可以配 简单出片 这里呢 显示人们这个 对食物啊 这个吃多了 很厌烦的这个 表情 5% of weight loss comes from what you eat sleep adds another 25% 然后在下面呢 提到了 睡眠 我们呢 要 找一些 睡眠的一些 图画 这个就比较合适 想要认为 把它改成白色 同样的 我们这里呢 也给他画一个人物 画笔 我们给他画一个 小人在睡觉的 这么一个场景 给他画了幽默一点 这是他的脚 他的手也是摸着他的肥肚子 睡觉 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画的 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只要当达到这个效果 去课 给他剪一下 除 后面这个镜头呢 又提到了运动 我们来给他加一张运动的图画 好的 大家呢 其实就是按照 这样的思路去做就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想要在这里 就进行做个演示 因为 全部都做完的话 就是太多了 我们再预览一下 这是动画 好的 效果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为了增加他的趣味效果 我们还可以给他 增加一些动画 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 然后给他加一些动效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创建动效 这里 就说 任何轨迹 我们可以跟着他去画 我们这里 首先要把它建筑 我们这个 刚才建筑没建好 好的 现在建成一个整体之后 我们再来试一下 创建动效 我们的眼睛没见到 再来一下 OK 现在是没问题了 播放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but that's only a small 同样的 这个人物呢 我们也给他 加一些动画效果 这次呢 我们让他 上升 直接选择最基本的 上升的速度 给他慢一点点 预览一下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同样的 好像我们建筑也没建好 再来一下 我们点击 上升效果 慢一点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再慢一点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OK 现在我们建筑刚才已经成功了 同样的 这幅图案 我们也把它 加一个效果 我们先 建一下主 好了 现在是一个整体了 我们点击动效 这次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 平移效果 没问题 速度拉慢一点点 好的 这样就 比较符合我们的场景了 好了 一切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 单击这个 左上角的分享 然后把它下载到 我们电脑里面 备用 单击下载 导出需要一点时间 好了 现在导出成功 我们 单击保存 好了 现在呢 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要给它 加上字幕 当然 大家也可以不加 但是想个 在这里 还是演示给大家 加上字幕 这个呢 我们使用我们的剪印 或者是CupCat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完成 也很简单了 其实想个在往期试验当中 也是有多次提到了 我们直接选择文本 然后这里的智能字幕 点击 开始识别 现在我们字幕已经被识别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 为了加强它的 一个效果 我们 先给它加上一个 描边 描边的颜色呢 我们给它用 黄色 出现给它调小一点 然后这里来动画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选择一个动画效果 给它选择一个 新年打印机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 动画时长 我们给它调高 看一下 阅览一下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也是非常的完美的 然后我们 字体 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这里有 非常多的字体 给我们选择 这个描边 好像效果反而不好 我们去点描边 看一下 如果这里句子 太长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分割一下 比如说这里的字幕 这些句子太长了 我们都可以 分割 这样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句次幕了 在我们的越来越来越效果 就会更好一些 我们的这个效果还没达到 我们要先分割再来 这个参加可能好一点 后加也是一样的 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导出 点击导出 导出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 或者是Tiltalk 或者是其他的国内外平台 然后源源不断的赚取被动收入了 然后本期课程 也是讲得非常的详细 尤其是在开我这一段 想和讲的是非常的详细 大家也一定要好好的练习一下 然后这样就能够达到 也能通过几个视频 就能够达到几十万订阅几十万粉丝 然后实现月入上万美金的一个收入 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 也不要忘记点赞并且订阅一下 梦想总数的频道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Let's talk about weight loss Most people think it's a 50-50 split between diet and exercise but that'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Here's the truth Diet is king or queen A whopping 75% of weight loss comes from what you eat Sleep adds another 25% That means exercise while important plays a smaller role Action trumps Intention We all Lo realt Lo